还是十颗狼一家子 这回老妈挡了十二个分球来分给他们 不过他们都很饿 每只十颗狼至少得吃三个才够 那妈妈又有几种分法呢 这回没举你就不能从零开始了 而得从三开始才对 从小到大 一次是三零九 啊不对 怎么能有零呢 刚不是说从三开始吗 从三开始可不是只对第一个成立 对第二个数也成立 重新来 应该是三三六 然后是三四五 三五四 三六三 三七二 哦不对 二比三小 不成赶紧打住 三打头的没举完毕 接着该轮到四打头了 一次是四三五 注意第二个数也得从三开始哦 然后再往下一次是四四四 四五三 四六二 哦又比三小了 赶紧打住 四打头的没举完毕 接着是五打头 一次是五三四 五四三 五五二 二又比三小 赶紧打住 接着该轮到六打头了 一次是六三三 六四二 得又是这个二 比三小 赶紧打住 接着是七打头 因为每人至少三个 所以至少得是七三三这么分 可七加三加三已经是十三 超过十二了 不可能 那再往下就不用没举了 把刚刚写出的分法都数一下 正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共十种 在刚才的问题中 数量不是随意的 而是有至少三个这样的限制 在对付这种限制条件时 一方面你的起点不能从零开始 而得从三开始 另一方面你还得时刻小心那些比三小的情形 千万别稀里糊涂的把它们算上 这种时刻小心的原则 在至多多少的问题中也很重要 比如再加个要求 为了避免小屎克狼吃撑 妈妈打算最多给他们分五个 那分法又是多少呢 这时你就得把那些比五多的情形统统去掉 总共去掉三种 还剩七种 好了 以上就是美举中的至多至少问题 在对付这种问题时 一方面条件说至少是几 就得从几开始 另一方面你还得处处小心 避免出现小于最少或者大于最多的情况 怎么样 你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就自个动手试试吧